新盟政府早前揭发 前朝国阵政府在2016年购买的 6架军用直升机 虽然已经是付了钱 但却迟迟不见交货 国防部部长墨沙布今天指出 该部会把调查报告提成给内阁 内阁将会在这一两个星期内 议决是否要继续或者是终止这项交易 国防部今年6月 前往反贪污委员会总部投报 要求彻查前朝政府花了3亿令吉 购买了6架军用直升机 但至今却不见踪影的事件 国防部部长墨沙布 今天也在国会下议院 回答班底谷国会议员 法米的提问时表示 一旦完成调查 就会把调查报告提成到内阁 再由内阁决定下一步行动 2016年前朝政府在福罗交易国际海空展的演习之后 签订购买MD530轻型战斗直升机合约 这批总值3亿令吉的直升机 原定在2017年7月以及2018年12月分作两次交付 尽管中央政府已经支付了1亿1300万令吉 但当局至今仍未收到订购的6架直升机 另一方面 墨沙布也针对同样是涉及国防部的16宗土地交换计划进行解说 他表示 国防部正在与涉及单位重新谈判 希望能拯救回超过5亿令吉的损失 调查报告揭露 国防部的16宗土地交换计划 涉及3979.6英亩土地 估计将让政府损失5亿1521万令吉 NTV7综合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